這場由美和中學 交手中道中學的32強賽事 先攻了中道中學 在二級上半展開的攻勢 得點選有人的情況 李承傑中間方向的試試安打 幫助球隊首開記錄 但傳統強拳美和中學 可也不是省油的燈 先是在下個半局扳平比數 之後在三級下半開啟猛攻 第一位上當打擊的洪志佑 靠著快腿跑出的內野安打 帶給對手不想的壓力 接下來在一位有人的情況 黃俊浩中左偃方向的試試安打 送回隊友跑回了超前分 也把鮮貓投手王家慶給打下場 美和中學這個半局靠著寶宋 以及試試安打串連 一口氣吞下了五分大局 將比數變成了六比 儘管處於落後 但中道中學展現了不放棄的精神 在三次兩個半局都有分數記帳 一度緊咬戰局 這個是五局下半 美和中學把握了兩人出局 滿累的局面 黃俊浩敲出了40安打 再添責兩分的保險分奠定勝機 重要是以9比5收下勝利 搶下了16強門票 對五局另外一場比賽 是由北科復宮對決 陳德高中的比賽 雙方勢均力敵 在7局內兩度追成平手 沒有人能夠拉開戰局 在戰況緊繃的情況之下 三內神卻跑來搶戲 現在在7局上 抓了北科投手張希凱 兩次投球時間過場 讓投手節奏大亂 出身球白白送給了陳德超前針 八局上半 三內神有勾來啊 這位是輪到投手劉兆志 也被抓了時間過場 但這回卻徹底點燃了北科 逆境中的鬥志 不僅投手 送出了三陣霸氣回應 下個半局 打線也來相挺 得點拳友人的情況 王維紅以及諸國城 連續安打串聯 一鼓作氣追平帶超車 最終是以5比3收下勝利 也闖進到了16強 我來提訊的吳俊奎 鄭雅芳綜合報導 關鍵的一集八局